优雅的庭园设计 隐身在巷弄里 是附近居民 最爱散步住足的空间 走进里头 更有柳暗花明的经验感 第一个部分就是一个 比较有一个小阳台的概念 然后再往里面走 最后这个部分就是工作室 它也是占了整个空间里面 最大的部分 打造空间的是 是留发艺术家杨锡文 多年来他周游台发中 整合3D资源进行艺术策展 甚至在中国沈阳 当过美术馆馆长 过去快节奏的生活 因为新冠疫情全部打乱 所有国际交流都停顿 但艺术推广可从没停过 店内的镇店之宝是他的收藏 在台湾是罕见的艺术创作 大部分人其实看不懂的 有些厉害的会说 这好像是铸板还是板画 能看出来那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也会因为这两个作为一个影子吧 去跟其他的朋友去介绍 而在这个空间里 还有一片墙 也是珍贵的艺术收藏 这个书墙里面 收藏的部分主要是以艺术 历史文化为主的 甚至早期的故宫文物月刊 对他来说都爱不释手 我觉得我个人对于西方的东西 了解的算蛮多的 对于东方的就了解的太少了 所以这个正好对我来讲 其实是一个修炼 酌一壶清茶 品时光漫漫 在他的艺术空间里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等着他推动 西文他在教素描 他不是希望学生 他只是能会画一个 让你赏心悦目的画作而已 他希望能了解 为什么会能产生这样的东西 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培养学生欣赏艺术的美感 三言西方艺术多年 然后西文就像个行动美术馆 学生们总有学不尽的宝藏 虽然因为疫情 无法周游各国推动艺术工作 但也因为这段时间的沉浅 让杨锡文兼容了 东西方艺术的陶养 滋养了台湾这片土地和人们 总有一天 台湾艺术也将借由他 再度推广到世界各地